有一个比较不知的,我又觉得比较有些惊奇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海, 所以,原来的社会民族乐园的前首席李兆芳先生, 他说他爸爸说出一个事情很重要, 他爸爸又是这些玩家,比较高水平的玩家, 这些乐曲讲的音乐家,叫做李达谦, 李达谦先生年轻的时候,虽然是被李文成先生晒十两年, 但一直都有机会讨李文成先生一起玩家, 或者跟前辈学习, 他说亲耳听到李文成说, 李文成觉得比较深厚, 他说原来李文成搞出这些高音异虎, 我们现在叫高虎,以前都是叫异虎的, 或者是叫热虎,搞出这个热虎出来,高音的异虎出来, 还有写了步步高,屏幕秋意的省诗, 这些所谓宴供组合的乐曲出来, 起码在这个二、三十年代有十多年, 不然很长。 家乡这边,即是廣东这边, 这些租妥也乎乎乎乎俘路。 值得只是打烂喝 moto的租妥,不承认, 这是我觉得非常惊人消息。 因为一般我们不太明白过去的历史 我们觉得吕文成这么卫帝 这么有创新精神又继承前统又创新 他写的东西出来的曲目出来这么漂亮 平和秋叶不不高 我们觉得社会自然会接受呢 但是想不到原来家乡都傅老 即是玩硬工的这批音乐家 即是广东这些不认账 所以使得吕文成的心情好不好 这就是李兆芳先生的爸爸说出来的 李特迁说出来的 后来又通过刘天一老师 又证实了吕文成的心情 吕文成向刘天一先生都说过这个心情 所以我今天不是说我 彭空说了这段讯息出来 的确是李兆芳先生是说了他爸爸 李特迁先生 即是他亲自和吕文成先生之间的交往 得到这个讯息传给我们 所以我说出这个出来的 其实呢 的意思就是说都使得大家感受到 任何一个艺术历史的产生和发展 这个过程不论介绍或者是创生 都是这么困难的 都这么艰难的 即是这样